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也可以加几滴抗菌 抗敏感的非化学性香薰油在水里 以帮助净化室内的空气及消除异味 这确实是一架既卫生又保健而又设计时髦的吸尘机 所以清洁家居不再是一件苦拆了 使用前请您务必腾出少许时间详细阅读用户指南 以确保使用效能和安全 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我们现在来学习使用三晒水液的水液 绿式吸尘机的方法 首先按着释放钮并把盖子打开 然后握着水箱把手把水箱取出 把绿网组拿出来 倒入1.5公升左右的水 不能超过这个水箱前面的最高水位记号 您可以用瓶子盛水 然后把水倒进去 或者是直接从水龙头盛水 但是不能超过最高水位记号 好 现在把绿网组重新组装好 确保这个弯管对准正确的方向 也就是向着前方 用把手把水箱提起 放回机体托架内 关紧锁稳 确保听到咔拉一声 下一步把软管的这一端插入软管插座 务必要确定这个按钮向着前方 不要按下去 因为我们要听到这个声音 这个则是套管 只需要按下这个锁定钮 就可以把管子拉长 这一端可以连接其他的零件 而这一端是连接软管握柄的 这是刷地毯和地板的主刷 有两种功能 一刷硬面 如地砖和地板 二刷地毯 只需连接套管 就可以开工了 在软管握柄这里的则是遥控器 稍后再为您讲解 那么现在 如要保护遥控器 就得把套管插在这里 让它靠着机体站着 在连接电源之前 必须先把电缆拉出 拉至黄色标记的位置 这是理想的电缆长度 千万不要把电缆拉至超越红色标记 以免破坏系统 记得看到黄线后 按下这个钮 以回卷电缆 把插头接往插座 打开电源开关 按下这个开关钮 这是待机钮 这是减低功率钮 那是增加功率钮 有四种抽吸力设定 低速 中速 高速 及超高速 这个功率遥控器的运作 和一般电视遥控器一样 如您已按下这个开关钮 设定在待机状态 则只需按一下这个钮 就可以控制及启动机键了 好的 这里还要增加功率钮 及减低功率钮 要关机 只需再按一次待机钮就行了 如您的遥控器失灵 也许是电力不足 只需要用这个小螺丝刀 把电池槽的盖子打开 换两颗新的三个A干电池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 这是您的二合一多功能刷 所谓多功能就是它可以用来刷任何东西的表面 比如抽吸窗帘上的灰尘 清理难以触及的角落 或者直接刷电灯或灯罩 把刷底拆开则可以清理沙发 水刷及吸液气 水刷伸缩性强 它可以用来清理固态和液态污渍 主要用于坚硬的表面 请记得在清理液体之前 先把水箱内的水减拌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要吸太多的液体 因为水箱最多只能装三公升的水 水箱最低的水箱最低的水箱 放入水箱最好 放入水箱最高的水箱最高的水箱最高的水箱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理工作完毕之后,必须把水箱清洗干净 吸进一公升的水,以冲洗软管和套管内部 必要时重复此步骤 清理工作完毕之后,必须把水箱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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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风干软管和套管内部,可把水刷拆下 然后启动吸尘机空转数分钟 但不要吸入任何污垢,而水刷则要另行清洗及风干 这是Sunshine专门为您研制的欧式高速锋利旋转刷 您可以看见这里有欧式高速锋利旋转刷的名字 如果要加强抽吸功率,把这个孔关上 如果要减低功率,则打开 高速锋利旋转刷可让您深层洁净床入,地毯或铺垫 现在您可以深层洁净床入,任何的铺垫或地毯了 清除掉落的头发或棉絮更加的轻而易举 这又是一个Sunshine水机真空吸尘系统的革芯功能 轻巧的旋风刷头,特别用来清理较大科的污染物或垃圾 可趁教导科的尘埃,如止蟹等进入滤网组或水里之前 将织滤除,这样装上就可以开工了 清理工作完毕后 记得把部件整理好,把这个拆出来 装好握柄 转一转,打开了 此水里是吸尘机,备有自动存线系统 只需按一按基键背面的这个钮 电缆就会自动缩回去了 按住前面的释放钮打开吸尘机盖 把海绵取出来更换 每年都必须取出旧海绵,置入新的 海绵脏了可用温水清洗 等它干透后才放回匣子里去 容易携带,操作简单又好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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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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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